还有各把日就要进入一个秋天了 秋天呢 意味着有的植物开花 有的开泄 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茉莉花 虽然现在这个时间段还是主于这个夏天 这个温度比较高 不过就有很多花有吐槽 自家养了茉莉花 开缓一波花后呢 没有再次开地波花的现象了 没有开地二波花的现象呢 很有可能花泄后 你们要做修剪和施肥 底部要做的是修剪了 修剪的话 摆些比较瘦肉 长花霸叶给它修剪掉 或者是在底部属上来 保留一到两对叶片 保留出来就可以了 把这些芽点给它保留出来 保留出来呢 当然它会在旁边长出分枝 开出花朵的 不要完全的给它修剪 不要剪到底部 剪到底部它没有芽点了 它就不可能再就翻击出来的了 给它修剪完成的第二步就是补充养分呢 夏天补肥 补充的肥好呢 一比一千二的料 给它做浇灌 还有加喷洒 喷洒的话呢 最好是七天的时间喷洒一次 浇灌 十五天浇灌一次 有用过的应该知道 我们使用的时候 使用一些高纯度的 纯度不高的 不要使用 不单单融化速度慢 而且没有效果 也可以结合一些比较好的肥料 比如说一些 凌甲肥 凌甲肥呢 也是能够让它快速的 长出花苞 开出花朵的 凌甲肥呢 最好是以一些骨粉为主啊 骨粉的话 如果我们比较贡献的话呢 我们七色的骨头啊 给它用大火烧 烧到一茬就碎 用破壁机 打成粉末之后呢 撒到盘土表面 大概一个月撒一次即可 如果担心它长得慢的话呢 也可以二次填 放一次也可以 随着浇水 它就会慢慢的分解出一些养分 让根吸收 这样呢 就很容易让它二次开花了 结合零酸二斤甲的作用下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呢 它就会慢慢的 长出花苞 开出花朵的了 第三步就是 给出宗族的光照 给出宗族的光照呢 不需要以光暴晒为主啊 以闪失光为主 每天接收六个小时的光照也可以 早上十点钟机前的太阳 还有傍晚五点钟之后的太阳 给它适当的晒一晒就可以了 中午时段呢 最好是做一个遮阴除驴 只要结合光照 还有施肥 它呢 又很快的冒出一波花的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简简单单的分享 我们在夏天养护茉莉花 用什么方法 能够让它二次开花的 方法就分享出来了 下期再见